今天来到非女莫属 想找一份APP开发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明明 四川音乐学院 对 学美术 美术专业 对 什么逻辑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建筑工程系 这啥关系啊明明 我是清华大学电电系的 怎么想起来报四川音乐学院了 我那时候正好高中一女朋友 她就过了那个四川音乐学院 高中的女朋友 对的 高几开始弹呢 高二吧 高二开始弹呢 一直弹到高三 两个人携手要高考了 因为她被四川音乐学院录了 对 所以你就也去四川音乐学院 是吧 对 好 你们两个都上了四川音乐学院 多长时间就分了 你自从知道分了 先回答我的问题 多长时间分呢 大二下半学期了 那还不错 持续了两年呢 对 我怎么知道分呢 我在高校当老师 当了多少年了 我看这种悲剧 看得还少啊 我 学的怎么样啊 你 那两年学来着吧 那两年基本上 就那四年都没怎么干 因为前两年嘛 是跟女朋友也挺高兴 后两年嘛就 不行 这喜剧还是悲剧 前两年 你主要沉浸在快乐中 后两年 沉浸在因为分手 而而带来的痛苦中 对对对 四年就过去了 一般艺术家都这样 后来又找女朋友了吗 现在有 挺好的 挺好的 这两年干嘛了 刚毕业的活 我是在家做那种 说好听点 叫做自由艺术家 然后说难听点 就是无业游民 自由艺术家是干嘛呀 街外包 一些插画的外包 到了11年 我就去上海 游戏公司 做原画设计 就画小人呗 对 你怎么知道 我是做人物设计的人 因为他分人物跟场景 就是你这种 为了爱 就去了一个大学 两年欢乐 两年痛苦的人 你做不了场景设计 对 场景设计得多宏大呀 是吧 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你多感性呀 感性的人肯定设计人物 得悲欢离合呀 怎么样啊 太厉害了 还可以啊 尽管这哥们在大学期间 做了邵哥老师身无痛绝的事 但是好像邵哥老师还挺喜欢她的 就艺术生身上特有的那种 帅性跟真性情 还挺招人喜欢的 好 各位 来看一下张明明的作品 这是那个 首位吧 刚毕业的时候 电脑上画的 电脑画的 对 这是一些人物设计 对 就是那个游戏的里面的吗 自己的兴趣画的 啊 今天找工作怎么想起APP了 因为我们 我在那个游戏里面 那个游戏公司里面 我就是在那个手游部工作 啊 也就一直做那个APP开发 嗯嗯嗯 然后我从公司离职呢 也最主要的原因嘛 就是因为我要自己做APP项目 那你这几个月做了吗 做了 在哪儿做 在家做 你就把它当成了个自由职业 创业了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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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我刚刚看了一下 那个奇奇狗点毒机 是你做的是吧 这边 这边 对对对 这是一个成立了工作室 对 和几个人啊 嗯 两个半 因为那半个程序员 他要上班 就很正经的说 那个人有工作 对 下了班才能来这儿呢 所以被你叫半个 是吧 对 就是现在有那个点毒机吗 市面上 嗯嗯嗯 我把那个点毒机的内容 做到iPad上面了 嗯 就是 奇奇狗点毒机 对 直接直接点在上面发音 认识新朋友 这个样的 因为我现在没有专门的 就是专业的教材 所以说我只能东拼西凑的这样 小朋友你好吗 我是乐奇奇 哦 整个的这个 这个系统是谁做的 你说 你里面做的就是美工吗 呃 就是除了代码不是我写的 剩下的都是我 策划也是你做的 策划也是你 策划 你那个团队有多少人 就你们两个半 对 现在变成一个半了 因为另外一个美术 因为我实在给他发不起工资了 他就去找工作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上面所有的美术 都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是一个边弹边唱的 就是按照这个数字弹吗 对 然后你还可以换乐器的 换一个乐器啊 换个这个难听点的 这个难听是吗 对 这个 你现在的问题是 你对自己的策划有信心 对自己的美术有信心 对自己的设计感有信心 唯一没信心的就是 市场开拓没信心 对 所以今天你要找的工作 就是APP 开发 对 薪金要求 八千左右吧 我来问一下 来来来 我问一下 移动互联网这一块 你现在在观察微信 这个微信这个产品吗 微信 对 微信 我能顺便套上58同城吗 欢迎欢迎 来套吧 就是 那个微信上 比较火的一个 它就是附近的人嘛 然后58同城 做的是一个分类信息 我再分类一下 然后 我能看一眼我写的东西吗 你能看 你写分析报告了 不是 我脑子寄东西比较慢 你这是为了 上这个节目研究过 对不对 对对对 说吧 就是 它那个 你选那个附近嘛 然后它就 全部的 附近有的商家 它就显示出来了 但是它有一个范围的界定 比如说我要找一个抬球厅 但我周围1000米没有抬球厅 我在这个附近的这个类别下 我就查不到抬球厅了 就显示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在分类信息下 可以查到北京市哪个区 所有的这些抬球厅 就是说我们直接把这个附近给去掉 在那个分类 抬球厅那个分类下 加一个排序 就是说由近至远的一个排序 您觉得用户体验会不会好一些 不是 我觉得不是 所以其实我想搞 那个明明 其实我想搞 就是张明明说的这些话 尹峰咱俩感觉一样 就啥都没听懂 对不对 我还给尹总呢 准备了一个 你等我说完 我感兴趣了 这一项 这本书很像是天龙八部什么的 你们的分类 是回花宝典 金光听物 随手拿了本 这个习惯 证明两点 第一做事非常认真 第二 他真的非常热爱 他现在正在做的 这件事情 一个小小的动作迅速加分升温 待会又会哄抢 你给尹峰又写了个什么 咖啡之意 就是做一个餐饮类的APP 我们做一个 就是把每个种类的 就是多抽出几个种类的 就是说菜吧 每一个做一个优惠券 然后我们做一个大转盘 也是借鉴了微信的 微信的那个漂流瓶 你每天给他几次抽奖的机会 他抽到这个了 然后拿着来店里面消费 他就久着 我觉得这样 他比团购更能吸引用户的 就是他有一个中奖的概念在里面 第一是中奖的概念 第二有游戏的过程 对对对 是不是 有趣味性 这个可以 对 还有那个杰利亚 就是我就觉得 在这传统行业里面 不加广告 是一件很浪费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毛巾里面 加一张广告卡 但是广告卡上面没有广告 只有几句生活小常识 让人看上去很温馨的感觉 但是下面有个二维码 就放在超市里面 每天有多少颗流量 他想扫他就扫 其实干脆颠覆这个 整个这个毛巾行业 毛巾免费 上面印广告 是吧 新的发言 各位 一会儿再聊 一会儿再聊 我知道你们都很有兴趣 李树斌常年不发言 今天高高的举手 第一印象出来了 张明明现在的状态 我相信随着他收起来 收起来 接着聊天 就不要受这个本门的限制了 好不好 打开 唱游 好不好 来吧 十二位 第一印象 先做出一个判断 张明明 失去失留 十二位 选 心情还好吧 还好 还好吧 来 天生我有才 你很聪明 刚才你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你说出了很多家企业的 一些APP上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印证你的聪明 但是其实呢 你要成为一个行业里面 比较牛的人的话 你必须在一个行业里面 经营很多年 但你现在做了很多的APP 实际上没有一个特别成功的 我认为呢 你可能对一个行业 没有特别深的了解 那因为你工作时间比较短嘛 那从你的兴趣来讲的话 有没有比 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行业 我最喜欢的行业就是做游戏 就是我一开始找的游戏公司嘛 最喜欢做游戏公司 这里面没有游戏公司 但音乐类的游戏呢 想过吗 没设计过 不是但手机上也有很多 就你有看过一些吗 就比如说跳舞类的 或者是包括K歌 它其实也是一个娱乐呀 对 我还有想过那么一个设计 但是做不出来 我们的程序员做不出来 对 张明明恕我直言 就是从你的简历和这个 是不是 你是不是缺乏长性啊 做一个事情你没做成功 然后你就想换 另外第二个问题 你刚才说你最想做游戏 但是非里莫属 在我印象中没有来过游戏的企业 所以你为什么要站到这个舞台上 来找工作 因为我现在懂的就是 APP开发这一块 我不想放掉这一块 你刚才的作品非常骗游戏 特别骗游戏 我觉得是 他如果要是说去游戏公司呢 大家就把它当美工用了 但是他自己其实是有策划能力的 所以包括他这种多变性 其实体现的是 他是那种创意性的人 不断的新点子出来 不断的有新的灵感 因为原先你的工作室 是没有服务于一个专属行业的 所以你研究游戏是正确的 因为这样才有可能更多的下载 所以并不是你只精通游戏 你有很好的策划能力 好的 来12位到了大家做出选择了 其实明明还有一个优点 内心有很多爱与哀愁 一个男人 他有爱的能力 就是有感知的能力 就是有感悟的能力 就是有感动的能力 明白吗 所以永远要记住 那两年的快乐和两年的痛苦 12位 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张明明是去是流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转移到了张明明的手里 选 子健离开 菜股离开 十位留了下来 来 听一下石家给提供的职位 从好了买开始 树斌 那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就是这个我们移动端的这个项目 开发的这个项目经理 来 红城教育 灵灵 我一定要欠一下你 那么我给你的职位是移动项目经理 那么你刚才说了对于这个游戏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那么怎么样让学习变得更有趣味性 那么这个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把教育和游戏的一个结合 工作一年以后给你提供红城教育集团的期权 你提供的这个职位叫什么灵灵 移动项目经理 红城教育集团移动项目经理 陈灵灵小姐 一张嘴说的不是我要给你提供什么职位 而是我要签了你 对 来 斯凯乐 我特别希望能够邀请到有创业的你 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来吧 就是APP的开发和运用 好 来 你来的话呢 是这样 我们和很多相亲节目 在做这个节目的APP 所以那个是具有非常强的游戏的性质 会非常好玩 所以你来做的就是这个项目的这种项目经理 来 杰利亚 集团品牌建设中心的这个企划专员 好的 来 58同城 我给你的职位是我们无线部门的专员 这个58同城是整个互联网啊 就是在无线上面最多用户使用的一个生活类工具之一吧 所以这个部门也是公司的一个核心的部门 无线事业部专员 优胜教育 我们给你是我们的高级策划经理 负责整个我们企业的策划 优胜教育集团的策划 所有项目 好 咖啡之一 营销企划总监的助理 你未来可以成为 咖啡之一品牌全国加盟中心的营销企划总监 来 月明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因为我们未来的几个点 社交的产品 然后音乐的 跟游戏相关 衍生的开发 APP 这是我们未来非常大的一个战略 所以你的职位就是来负责这部分的策划 和美工的这个相关的工作 是这样的 来 聚名品 就是我们无线事业部的产品专员 相当于就是策划职位 咱们叫产品专员 但是我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你是需要找那种需要灵感的APP 还是需要我们那种真正在做产品优化的APP 好的 来 走上前去 明明 关掉其中的八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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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刘慧普 再见刘慧普 再见玉明 再见玉明 树斌 增花 沐妍 黄海南 最后剩下来的两家 各有侧重 红尘教育 五八同城 谈钱不上感觉 待遇是 试用期月薪一万 姚总您那边 姚总说话呀 这个五八同城的互联网团队 就是移动互联网团队 是个相当强悍的团队 我现在没有完全确定 把你放在策划部门 还是放在美工部门 我现在只能给你美工的 这个底薪就七千 如果说这策划部门 应该是在一万以上 你需要再跟我们 无限的头谈一次 我曾经在这个台上 招过一个澳洲回来的 一个留学生 我给他的底薪是四千 是吧 对 记得吧 一个做数据分析的人 对 但是我们 HR的部门 和用人部门 认为他值八千 就是他用值上八千入了 对对 应该过几天会返场吧 好的 好 是这样啊 我给你的钱 并不是说不慎重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我本身是 红城教育集团的副总裁 那么我也是做人力资源出身的 那么我相信你的潜能 以及你不会过付我的薪水 谢谢 其实我 你突然变得特别呆傻了 是为什么 你目光呆滞地看着我 是什么 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就是 其实本来 发生了什么明明 其实 我来没找美术类的工作 但是 其实我挺想去 我那是 就我能再问一句 问谁 姚总 问吧 可以 就是 以后 有那种 像游戏 那块发展的 意象没 58这么多年 我们坚守在 就是提供实用的 这个互联网 这个方向 就是我们 我们会开发一些 对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帮助的应用 比如说公交查询 这个买火车票 对吧 拼车 这个 我们会在这个领域来 您能先听一下 我的想法行吗 不是 明明 我作为一个外人 我想说两句 你别再纠结在游戏上了 你要知道 你要去一个 专业的 这么大型的互联网企业 有多少老师在等着你 有多强大的团队 但是我觉得 58这块的资源 如果不做游戏的话 超浪费的 你得进入体制内以后 你通过研究 明明是这样 就任何一个互联网企业 都有定位的 58现在到这个阶段 它不能随便去定自己定位 你如果坚守游戏呢 可能往游戏方面发展 有可能是教育 游戏化 那么那边呢 是你的一个学习互联网 就这个你不要去纠结 让587 我简单说一下 这两个的比较 一个是说你完全没有 你去开脱一个东西出来 这是恒城 在58的话 可能是我们这边 有非常多的人 在很多团队在 你要提升你的专业能力的话 那么来58 肯定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 姚总代表不了红城 红城实际上并不是空白 而且我们已经做了 相当多的工作 而且有几款产品 已经出现了 所以在这里边 您也会有一个 强大的团队来支持 那就是说 那他这个优势也没有了 灵类你还不习惯 我们是属于发展期 也就是说 我们在各个方向里面 都有创业初创期 发展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 那我认为我们现在是发展期 有人就已经是衰退期了 对 在这时候你进入 应该是最好的 好 来 二位 结束你们 你们再这么聊下去 双方都要扑到对方面前 撕头发抓脸了 好吧 在你们的风度 还没有丧失殆尽之前 明明 认真思考 把你所有的疑虑 放到 等你进入那家企业之后 更多的了解它 然后找到自我能力 最好 发挥方法和途径 好吧 那我有件事忘说了 说 就是因为我那边 还有两个没做完 可能入职要 什么时候 半个月之后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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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答应你 我得把所有的东西都 知道了 不就半个月吗 怎么那么啰嗦 难怪会有 分手的痛 思考一下 明明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红城教育 还是 五八同城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红城教育